我们那个县城里有一户人家特别惹人眼球 一来是因为他们夫妻勤劳致富 家庭条件很好 二来就是有一双漂亮的儿女 特别是他们家的女儿 那长得真是比明星还要耐看几分 事情也就是出在了他家这个漂亮女娃的身上 他家女娃那年已经14岁了 再上初中 有一次他们学校组织一次郊游活动 他们家女儿也兴高采烈的去了 当天晚上回来以后 他们两口子就觉出不对劲来了 平时他们女儿到家以后 总会坐在客厅里叽叽喳喳看电视 讲讲学校的事情啊什么的 而那次回来什么也没说 就进屋睡觉了 后来叫他吃饭他也不吃 当时两口子还以为孩子玩累了 也没往心里去 可后来接着几天 他家女儿都是如此 并且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他爸妈就坐不住了 问女儿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他女儿说没有 就总是觉得困 他的爸妈不放心 又跑到学校去问老师 老师说 他也觉得他家女儿最近有点反常 自从那次郊游以后 总是在课堂上睡觉 醒着的时候就发呆 还反问他们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回到家里以后 他们决定 拉着女儿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 医生也说没事 就是由于疲劳了 多注意休息就好了 就这样又过了半个多月 他们女儿依然失睡 人也变得憔悴了许多 这时有人提醒他爸妈 是不是得了啥邪病了 并且说 他奶奶会看 孩子的爸妈当天就跑去找这位奶奶了 奶奶到了他们家以后 在他们女儿房间里站了一会儿 啥也没说 等他家女儿放学以后 奶奶就把他拉进了他的房间里 问他郊游那天都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了 在奶奶的询问之下 他才说到 那天他去郊游 中途有点累了 就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 忽然有一只大老鼠 从他脚边就窜了过去 当时他吓得大叫了一声 那只大老鼠竟然闻声回过头来 对他咧了咧嘴 然后就飞快的跑了 奶奶听完皱了皱眉说 那你最近都做过什么奇怪的梦没有啊 那女孩脸一下子疼得就红了 后来在奶奶的一再开导之下 她才说到 说最近晚上 总梦见一个身穿黄衣服的英俊男子和他亲热 奶奶听到这里 眉头皱得更紧了 当即就在房中点了一把香 香烧了一半 奶奶就明白了 不由生气的说道 这才休了几年呢 就开始祸害人了 转身又用朱砂画了两道符 一道贴在了门后 一道压在了女孩的枕头下面 然后告诉他们一家不要害怕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今天晚上不走了 非把那个畜生捉住不可 到了晚上 一切如常 女孩又按时睡着了 奶奶让他们家人熄灭灯火 躲在另一个房间里 孩子他爸妈估计没见过这阵势 紧张的不停问奶奶 他女儿会不会有事 晚上十一点多 胡亭那边房里传来 砰的一声闷响 和女孩啊的一声尽叫 奶奶连忙带着她的家人冲了进去 一进去 他家的人就被吓呆住了 女孩正色缩在床头上 浑身发抖 而床下一只硕大的黄鼠狼 正口吐鲜血的在那抽搐着 那畜生一看到奶奶就想跑 却被手脚麻利的奶奶飞奔过去 用银针狠狠地扎住了她的脖颈处 那畜生又吐了一口血 狠狠地盯着奶奶问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奶奶也冷冷地盯着她 你不该害人 她还是个孩子 那畜生听了 嘻嘻嘻地笑了一阵 嘴里又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乌言晦语 把一圈人弄得都扫得红了脸 转而她又盯着奶奶说 你把我放了 以后我不再来就是了 奶奶说 放你可以 但我必须把你的道行给毁了 免得你再胡来 那黄鼠狼竟一听这话就急了 不能啊 不能 奶奶不顾她的苦苦哀求 或恶语威胁 嘴里一边念着什么 一边飞快地拔出银针 又对着她的头顶炸了进去 只见那只黄鼠狼 静在头顶上 竟然缓缓地生起了一阵青烟 那只黄鼠狼的骂声 也越来越弱 最后终于一动不动地 浮在了地上 奶奶收住了念叨 睁开眼睛 看着她说 你走吧 我给你留一条火路 再别回来了 说完 奶奶就拔下银针 并把门后的符纸给接了下来 说来也怪 符纸一接 那黄鼻子就不见了 那个女孩后来也渐渐的 又恢复了往日的开朗 活泼 我给你留一条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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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留一条火路